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学在什么都不懂的时候 上论坛去逛 就会看到有人评价说 哎呀这个好 这是黄金分割线构图 哎呀那个不好 那不是黄金分割线构图 就好像黄金分割线 是一个至高无上的构图法则一样 那说实话呢 这个构图的时候 是否使用黄金分割线 并不是绝对的 它只是方法之一 但是黄金分割比例呢 在全世界 全宇宙中 确实都是至高无上的 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神奇的 如果对它有所了解的话 你会了解的越多 会越觉得这是一个 不可思议的事情 甚至有人称之为上帝的密码 那黄金分割线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在什么位置 在画面中的哪个地方 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首先我们 有一段这个线条 这段线条呢 如果我们从中切一小块的话 这一小段一刀砍下去 左边如果是0.618几几几的 这么一个比例 右边呢 是一个1 这么一个比例 如果符合这个比例的话 我们就称 它这个左边这一小段 和右边这一小段呢 称之为黄金分割比 黄金分割比 那么另一个方面来看 就是这中间被切断的这个位置 就是我们称的这个黄金分割线的位置 分割线吧 就是把这一段线分割成黄金分割比的 这一个线条 那么这个比例是怎么来的 并不是谁拍脑的 说0.618就这么定吧 不是这么个意思 它是怎么来的呢 缘起是有人做了这么一个实验 就他们拿着一些这个长方形啊 去问全世界的人 说哪个长方形更好看呢 有胖点的 瘦点的 是把扁点的 宽点的 有接近正方形的 结果所有人呢 就不约而同的 选择了这种长方形 这个所谓的不约而同 就是说西方的 也这么选 东方民族也这么选 甚至有一些土著人 他也这么选 于是这帮数学家就很奇怪 就觉得这个形状到底奥秘在哪 要分析分析它 结果一分析的 就吓一跳 这个长方形啊 如果从中间画一条线 把这条线给分割成两个形状的话呢 你会发现它右边呢 可以是一个正方形 而左边那个被新分割出来的小长方形的比例 和大的这个最外围的一个长方形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来看看它怎么回事啊 他们量了一下 大概左边是0.618 右边是1 这么个比例 我们可以发现啊 就右边它是个正方形 它既然是个正方形呢 它四个边就一样长的 既然它底边为1 那么它的这个高呢 也可以是1 那么这个小长方形 它的这个长宽比 就0.618 比1 哎 长宽比 为0.618 比1 而这个小长方形里边又可以分割出更多的正方形 和更小的 0.618 比1的这个小长方形 这么下去就没有没了了 这个事儿 变成了一个无限的循环 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方形能这样去切割的 每一次切割就能诞生一个正方形和一个 跟大形状一模一样的比例的小方形 这个事儿只有黄金分割的长方形才能做得到 那么我们现在再反过头看一看啊 这个形状中间这条竖线 这个1 这条竖线啊 就是黄金分割线所在的位置 它把整个这个长方形分成两个部分 如果是精确的计算和测量的话呢 发现它是一个很没规律的数字 0.618 033 988 等等等等 那我们一般挂了嘴边说的 就是0.618就可以了 后边数字就只都省略了 我们在构图的时候 如果把一些线状构图的物体啊 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楼房 它是一个 你可以把那个上面那个圆拱门看成一条线啊 那么这条竖线 它只要摆在黄金分割线附近 很多人就会认为这个画面会比较漂亮 所以这事是很神奇的 我们不知道它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只知道它的规律就是这样 如果你把这个物体摆在黄金分割线附近 你物体的线条跟黄金分割线线条是基本上是重叠的 那么这个画面就比较漂亮 我顺便多说一句啊 就咱们那个单反相机拍照了之后 拍出来的照片的长款比是2比3啊 那2比3的这个比例其实也很接近这个0.618比1的这个长款比 所以你可以把整个图像都视成一个黄金比例的长方形 中间的黄金分割线那个位置就变得更为重要一些了 这是我在巴厘岛拍的一个画面 这个松手呢倒挂在这个树上啊 正在看我手里的这个吃的面包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的躯干当成一条树线条 把它跟黄金分割线啊 几乎重叠在一起拍照 这个位置是最舒服的 又是一张喇嘛的照片 我当时说过了 所有的喇嘛从这个霞缝里面走到大县去是吧 那么走过去的时候 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按快门 我们等他们走过黄金分割线的时候按快门 如果你们仔细看一下的话 其实左边那颗清晰的柱子 就是它前方的那个柱子 也是处在黄金分割线上的 是在左侧的黄金分割线上 我这里还是要强调一点 就是说不是所有的物体 都会刚刚好跟你的黄金分割线重叠的 你比如说像这样的坐着的盘腿坐着的这个雕像 那么这种雕像 因为它是一个L型的 就是它的腿呢 不可能在它身体的正下方 是在身体前方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根据什么来判断 哪一个部分应该跟这个我们的黄金分割线重叠呢 讲白了应该是身体重心 应该跟这个黄金分割线要重叠在一起 比如说这两匹马吧 他们俩呢都跳起来 就是互相踢对方在打架呢 这个时候他们构成了一个三角形 这时候你把哪匹马摆在黄金分割线上都够呛 因为他俩呢本身就论他自己的躯杆而言是条斜线 斜线是没法跟黄金分割线重叠在一起的 对吧 因为它是歪着的 所以呢我们把它视作一个整个的三角形 然后整个三角形中间 这个位置就是黄金分割线所在的位置 我们拍人物的时候 这个人物呢如果它是站立的比较长 我们还是把它视作这个线条比较好 于是呢我们就可以用黄金分割线构图 但如果这个人是蹲着的抱着腿的 这个坐着地上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把它视为一个点来对待 那就应该用我们之前学过点的构图 因为现在说我们是黄金分割线 既然是分割线是个线嘛 所以它最好是跟线的这个构成重叠在一起 点的呢自然有点的这个力的构图方法 这个我们在之前课里面已经学过了 好吧 黄金分割线其实就这么回事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怎么样去运用它 那么首先有一点呢是要跟大家嘱咐一下 我们的照片呢 它长款比不一样的 比如说弹反相机是2比3的 然后这个微单相机4比3 电影尺寸可能16比较甚至可能更宽 这个中画幅相机有可能6比7的 或者6比6就是1比1的 这么一个正方形尺寸 黄金分割线的不同的这种长方形里面 它所处在的位置也是不太一样的 那比如说 我们如果是这个3比2的 这弹反相机啊 它的这个长款比例的话呢 黄金分割线就会很接近在那个 黄金比例长方形里面所在的位置 但是如果是4比3的话 你就会发现它好像这个尤其是竖线 它会更挤一些 好像往中间更拘促一些 更靠近中央的位置一些 而16比9会让我们觉得比较宽松 这个竖着的黄金分割线啊 比较靠左比较靠右 横着着倒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最后是这个1比1的 我不知道你们喜欢用哪一种的长款比例 我顺便说一下 一般来说 同一组照片是不可以改变长款比的 就是你秀出来这一组照片 同一主题的 有同样的名字的这一组照片 它的长款比例必须保持一模一样 它可以竖过来 但是你不能说一会儿3比2 一会儿4比3 这是不可以的啊 那么另外呢 就是在每种这种长款比下 你要去找到它的黄金分割线的位置 是不一样的 之后另外一个侧面就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有人老喜欢一会儿4比3 一会儿2比3 一会儿16比9 他老改这个长款尺寸 我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子 因为你根本就适应不了 你刚适应得了这3比2 你能大概去猜到这个黄金分割线的位置 忽然你就换成16比9了 你这怎么能适应得了呢 你每天都在改这个尺寸 每天用了都是不熟练的东西 最后你拍出来 很容易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有人说我都适应一下不行吗 最好不要这么去奢望 能把一个掌握好就非常不错了 就是跟咱们手里的器材似的 今天一台明天一台 我有个学员是吧 光圈快门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操作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 已经换了三台相机了 永远都是新相机 永远都不懂怎么用 所以这是一个不好的一个习惯 好吧 那话扯回来 那黄金分割线还有哪些基本的运用方法呢 第一个基本的运用方法 就是把主体放线上 这个大家已经看过了 就是把主要的东西放在线上 当然我刚才也强调了 是个线状的物体才能放在线上 这个人物是把他的重心放在线上 因为他是往前攻着的 所以他重心会稍微偏浅一点 水平面是一样的 你看看这张画面的海平面 就是在非常严谨的这个黄金分割线上的 那么我在西藏拍的另一张照片是 这个湖面是在下黄金分割线上的 上下左右都可以用 不要以为就是只有左右 很多人就觉得黄金分割线只能用来拍人 错了 地平线在那 他也要讲究一下 也要摆好 那么第二呢 是多条黄金分割线可以综合的运用 我给大家看几个图示 比如说这个画面里边 他的这个 横线条 是吧 这个下边是搭在这个天际线上的 就是这个草地的远处的边界上的 树和人呢 还可以各站一条黄金分割线 只有一条黄金分割线没有用上 但这样的构图就是非常漂亮的了 再来举一个例子 这个城市的屋顶 它虽然是一种折线 但你可以忽略把它打开旗看成一条水平线 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呢 它可以放在下黄金分割线上 而这个突然升起的高楼或者烟囱 就可以放在竖着的右边的黄金分割线上 既然这个高的东西是在右边了 既然那些亮着灯还在那个高楼附近 所以我们左上角搭配一个月亮 刚刚好这个平衡感又找回来了 这是点的构图的东西 那么再来看一个关于自然界的景观的 我希望我画了这些图 你们都要把它画在你的本子上 要画一次才能理解得了 这张图片说明另一个问题 跟刚才那个屋顶类似 这个远山 这个山脉 它可能是连绵不绝的 连绵不绝 不管它怎么地 你把它可以忽略成一条平行的线条 然后把它放在下黄金分割线上 当然也可以放在上黄金分割线上 这随你的变 但是那唯一的一个高高凸起的山峰 那个东西是毋庸置疑的主角 所以那个山峰呢 你要再分析一下它的重心在哪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左或右的黄金分割线上 所以横线条竖线条都要用起来 另外还是提醒大家 在这个示意图里面 我画的这个左边是个雪顶 那右边呢 下面就最好有点东西 比如说是个太阳 来把这个平衡感找回来 那我们再来看一些实例 那这两只小鸟 你可以看出来 它们俩都是站在黄金分割线上的 准确的说 不是它站在黄金分割线上 而是你的拍照的时候 把它构图放在了黄金分割线上 对吧 有人说 哎呀 它们俩离得太近了 我这个怎么摆都像是 都在中央 都不能在两个黄金分割线上 怎么办 它们俩挨太近了 你不知道走近一点 你一走近了 它们俩空隙就显得大了 有的时候两只鸟离得比较远 它们俩都在画面的两头 那你不知道退两步吗 你退两步 它们俩不就又跑到中间的 这个黄金分割线上去了 所以还是得靠你自己调整 两条黄金分割线都用上了 这个人物的 印度小孩的这张照片呢 可能难找一点 但你能看出来 我一说你就能看出来 左边人物的重心在左黄金分割线上 右边呢 就那个车啊 那个车灯那个位置 那一坨凸起的东西 也在右边的黄金分割线上 加上右边的车的那个 保险杠啊 是在下黄金分割线上的 嗯 有人说老师 你那个这么多这个构图技法 你在拍摄的时候 能影响那么多吗 呃 刚开始的时候 就像你们现在的学习一样啊 我是 做练习啊 刻意的在做练习 这感觉有点像什么 就是 做填空题 或者是命题作文 老师说让你干嘛 你就干嘛 那我现在给你们 教这些知识的讲完以后 呃 即使是你们已经有人 知道这个技法的 也要勤加练习 呃 不停的去套用这个公式去拍摄 但是 等到你真正的消化理解了以后 那么你的创作是自由的 我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 压根就没想这些事 但是我反过来分析的时候 发现我用了这些技法 因为它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行为 它并不需要你在现场去 花很多精力去想 啊 因为你想了想去的 又想起台操作 又想这构图 想了想去的 那岂不就乱套 最后 谁知道你那个怎么 怎么构图呢 啊 对吧 谁知道怎么拍摄呢 什么东西都给忘了 啊 有人就是这样子的 一上战场就脑子一片空白 所以还是不够熟练 熟练的话 这些构图是下意识的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张 我在布达佩斯拍的夜景 这个桥面是铁锁桥 非常著名 中间有两个这个建筑物 两个比较高大的 像这个凯旋门一样的建筑物 那么左边的这一块呢 就正好放在黄金峰河线上了 右边那个呢 没有放啊 但是我把这个对面 沿岸的屋顶 放在了下黄金峰河线上 你可以看看右边那些屋顶 包括右边那些屋顶啊 那些老的建筑物 往左延伸的时候 慢慢的就跟那个桥面 重叠在一起 所以一个桥面也好 屋顶也好 都在下黄金分割线上 这就是我们经典的构图的 一个运用方法啊 黄金分割线 能搭上几条 搭上几条 有人可能这个稍微往深入 想一点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这么多黄金分割线 如果我用一条到两条 或者三条 到底选择哪一条 是不是个问题 我有几种方法教给大家 第一个呢 是根据元素来选择 比如说你拍一姑娘 这姑娘很好看啊 她的右边有个小气球 她左边有一个这个垃圾桶 你到底怎么构图呢 你要这么构图的话 是吧 左边这种构图方法 那就是人跟垃圾桶合影 你把这姑娘放在右边 黄金分割线上 就是人跟气球合影 所以你把这姑娘 到底放在哪一个黄金分割线上 有时候是根据她的背景 或者前景来决定的 因为你想躲掉一些东西 你想拍进来一些东西 再来看一个例子 我们除了这个根据元素的多少 摄取来选择以外 还有一个就是 要不要根据哪边更精彩 来选择画面 这是一个草原的景观 这个画面里面 没有什么很特殊的地方 对吧 草地很无聊 其实 但这么大面积 到底好不好看呢 你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那如果 我们不把这个地平线 放在上黄金分割线上 我们把它放在下黄金分割线上 会不会更好一点呢 是吧 因为草地很无聊 但天空很美 我们现在应该多拍天空 少拍草地 所以我才选择下黄金分割线的 那反过来再讲 如果满地的小花 天上啥也没有 没有落日 没有彩虹 没有云彩 什么都没有 那么你很明显 你把草地放在下黄金分割线上 就是可惜了 因为蓝天这东西又不稀罕 是吧 可能北京人觉得稀罕 但是其他地方的人 蓝天是很无聊的嘛 一片蓝色的颜料往那一涂 啥也没有 所以啊 大概晴天其实最不好拍照 反而是那些下雨啊 那些别的天气好拍照 这个后面我们再讲 风光顺的时候会讲到这个问题啊 天气的问题 但是你心里要有这个 有树 蓝天很无聊 怎么办呢 哎 地面好看 为什么我不放上三分线上 是吧 我为什么不花更多的精力 描述地面 那这明显是个更好的选择嘛 所以第二个 你到底用哪个黄金分割线呢 是要根据哪边更精彩来决定的 那第三个 你到底用哪根黄金分割线还有视线的影响 之前我们讲过的视线是非常重要的线条 那如果你在拍摄一个人物的时候 哎 这个人物往右看 那你把它往左边的黄金分割线上放 他会有一种 跳往远方的感觉 是吧 他有一种可以往前走过去的感觉 啊 这个哪怕是只小狗 像我们家的乖乖是吧 牵在手里的时候 就看着远方的这个 呃 发呆 这个时候你可以把他的这个前方流出更多的空间来 把它放到右黄金分割线上 不过我也说了这个问题了 不是什么时候都要在眼睛前方留更多空间的 有的时候在他前进方向不留什么空间 会有另外一种情绪和气氛 也是可以有的 啊 呃 再说一个啊 就是说 这这这猫头鹰在往前飞的时候 他一回头 这视线方向朝哪呢 这视线方向实际上是朝左边了 不是朝右边 对吧 人也好 动物也好 他可以回头的 他回头以后 他的视线方向跟他前进方向就不见得是同一个方向 这时候 你也可以根据他的视线方向 根据你想要的情绪和气氛来选择 他的这个视线方向留下更多的空间 会更有舒展的感觉 但是留了更少的空间会有更局促和紧张的感觉 还是要看你的主题 各位呢 就不要嫌我啰嗦 说叶老师翻来覆去讲主题的事 那只能说明这主题这事特别的重要 重要到不可忽视 你们还早着呢 后边学那么多构图的东西 基本上都跟咱们的主题是息息相关的 好 那么第四个 决定我们用哪一个黄金分割线的东西呢 叫做水 这水平面呢 他如果偏高的话 就水位线比较高的话 他有力量感 压迫 紧张 会让我们觉得危险 像2012世界末日似的水要倒过来了 但如果水位线放的比较低呢 会让我们觉得很稳定舒缓 是安全的 即使有点浪 我们也不觉得怎么低 是吧 是一个很浪漫的画面 所以这个水位线放在哪儿也很重要 他放上一点 放下一点 所以给人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你是拍摄有水位线的这个 想用作黄金分割线的话 到底是用了上面和下面 你要根据你的情绪来权衡 当然还有一种情况的是 就拍不着边界的水 那就不存在这个水位线的问题 那就无所谓了 这种构图除外 我们还有一个困难 就是0.618比1的 这个黄金分割线的位置 确实不是很好找 所以对于摄影人来说 我们有一种简化的 黄金分割线的做法 什么做法 就是三分线 我们叫它叫三分线 什么意思呢 左边是黄金分割线 右边是三分线 三分线就是均匀的 把一个长方形的长和宽 砍三段 均匀的砍三段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方格 都一样大的 那么这个三分线的位置 跟黄金分割线的位置差不离 我们把它重结在一起 你就知道什么意思了 它其实差不了太多 但是各位请注意 黄金分割线 比起三分线来 是要更靠中央的位置 它往中间靠一点 是这么一个概念 三分线在大部分的相机里边 都可以调出来 你们可以查一下说明书 有没有什么构图辅助线呢 这么一种说法 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 把它调出来以后 就会出现三分线 出现在你的趋劲器里头 出现在你的屏幕里头 它是辅助你进行构图的 在练习黄金分割线构图的时候 可以把三分线调出来 因为这样有帮助 但是呢 一旦掌握了这种构图以后 就把那个线关掉 因为它有束缚 就像个枷锁一样 捆绑着我们的自由构图 那我们来看一些例子 在重新拍的这张照片 左边的人物是处在 基本上处在三分线上 它的重心是在那里的 不过我还是想强调一下 你们不要说很严谨的 一定要把这个东西 摆在三分线上 因为一来呢 黄金分割线真实所在的位置 在三分线往里靠一点的位置 往中央靠一点的位置 二来呢 我们说黄金分割线构图 三分线构图不是说 你一定要完全重叠 差不离就行了 具体情况还是要具体分析 那么这张照片 音乐会里面拍的一个 很陶醉的姑娘 她处在右边的三分线上的 在印度拍的这个跳舞的 小女孩呢 是在做三分线上的 那事实上呢 我们三分线构图 比黄金分割线构图 确实要用的更多一些 你要知道三分线是黄金分割线的简化用法 但是也要知道 它俩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黄金分割线会更靠中间一点点的位置 接下来 三分线构图还有一个很 要命的误区 这误区呢 在网上流传特别广 我真的是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偏见 我教摄影的 所以呢 我特别不喜欢网上的网友们 在一知半解的时候 到处乱说 他们学到了知识研 结果搞到大家就是一团造 所有人都不知道真实的含义是什么 有的人他就是听风就是雨啊 就是根本没有理解 这东西是什么意思 他就开始往外讲 所以呢 就造成了很多很多 这个学习的误区 你比如说啊 把这个我们取引器里的 这个三分线掉出来以后 有人就叫他叫九宫格 然后他们就会问 说那个老师主体 我主要要拍那个东西 放到哪个格子里会比较漂亮啊 放哪个格子都漂亮不了 这格子根本就没用 我们要的是这中间的这个辅助线 是三分线 不是那格子 这九宫格的说法是从诺基亚来的 洛基亚那时候做那个赛班系统的时候 手机软件是吧 一个屏幕显示九个图标 人家叫那九宫格 叫他那种界面叫九宫格 所以你千万别搞错了 千万别丢人 九宫格的说法 你们就把它 有人跟你们提起来的时候 你跟他解释一下 那格子没用 说的是这线 把主体搭在线上拍摄 这才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 如果对方不信的话 我想你也不要解释了 这种人通常是非常固执的 你说什么他都不会信的 你又不像叶老师是吧 我说那些人说的比较狠 而且我有这个能力去说他 我说的他还可能会信 但是你说的 他可能就是真不信 那没办法 先入为主的有个概念了 你自己要知道 这格子没什么关系 它叫三分线沟通 这一刻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我说你赶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感谢观看